呀我是B君,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宝藏番 保证能让大家在上网课的时候啊 也能分拼补翻,放声大笑 至于连麦的同学怎么办 你可以一边看手机一边电脑带耳机啊 咳,开玩笑的 我这么好的人怎么可能在上网课的时候干这种事呢 别忘了上这一个没有老师的讨论群啊 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番是 甘城光辉乐园 一上来男主可儿将写也就被女主牵斗五十零 那这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的枪啊给指着 强迫男主跟他去约会 反正拒绝的男主啊被女主的一枪给震住了 被逼无奈的男主只好答应 第二天这两人在车站等车的时候啊 顺便把名场面流程走了一遍 之前女主群体掏枪并且把枪怼到了男主脸上 那个,其实我最想问的还是 枪上还有余温吗 毕竟如此啊 后面的小孩子也挺有前途的老狙击手了 问一下有没有兴趣跟隔壁的风鲸熊二干飘搭的呀 差点要见情侣宾馆的二人啊 终于来到了梦开始的地方 甘城光辉乐园 这个游乐园可谓是人气爆棚到只有三个人 一连MMP的男主啊被女主强迫着逛了 恐怖至极甚至有受伤危险的提拉米花园大冒险 被封条封住的老八密室 心情不好就不开的马克龙音乐剧场 被斐红之王削掉的松松糖果屋 还在那里认识了看似皮套实则不是帽子不错 态度极佳的松松饼 并且拿到了姿态优美的照片 随后二人又去了大小不同的元素馆 坐了毫无波澜的心跳过山车 看了老人坐的自由落体 和过山车相反的咖啡杯 一圈过后男主向女主抱怨的 生动形象的把这个游乐园和隔壁的情侣旅馆做了个对比 并且张开双臂发表了感人肺腑的宣言 女主赞叹了一下下男主的宣言后 掏出了小伯伯开始爆男主的黑料 今天把男主以前小时候是完美男孩 然后莫名其妙隐退的事说了出来 但因为此时要强硬离开的男主 却因为三个土豆饼留了下来 女主带男主见到了制作土豆饼的人 同时也是游乐园的经理兼公主 富尔兰扎 这一见面男主突然闪过了一点回忆 公主对男主直奔主题希望可以重振这个游乐园 直接让他当这个游乐园的经理 这些一授以魔法的理由直接吻了上去 说实话这表情我想歪了 那个什么我也想学魔法了怎么办 这一文可不得了直接让男主回忆起了更多以前的事 最后便晕倒了不省人事 醒来后他已经在自己的房间了 一波当麻式开门加后续一套懵逼操作 让男主发现了自己刚刚觉醒的心灵感应 本来想拒绝游乐园经理一职的男主 迫于感情还是答应了 就这样男主做牛做马的工具人生活开始了 本番制作尽量剧情到位 搞笑元素十分的多 福利也是十分的豪华 请安妮出品必输精品 这一部非常值得一看的番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补一下B站就可以看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能看到这里 制作视频不宜不足的地方 请私信我评论指出 报刊真的不容易 归求大家的关注和速度三连 一定要关注和速度三连